据央广网9月2日发布的消息称 我国在新疆库尔雷发射了四枚炭空火箭全部取得成功 此次试验中进行了用于火星探测器降落的超音速降 落伞技术试验 未来中国火星探测器在登陆火星过程中需要用到减 速散进行减速 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 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中国古代称火星为萤火星 中国实现对月球的探测后也逐步将目光放在了火星上 于是在2011年中国同俄罗斯合作发射了 萤火一号火星探测器 不幸的是发射之后变轨失败 火星探测计划也随之搁浅 不过作为继中国既载人航天工程 月球探测工程之后又一重大空间探测项目 火星探测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尽管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但也不能阻碍中国人探测火星的决心 中国在2013年就已经发射查额三号月球探测器 上面搭载着一图号 月球车实现了月球表面的巡视 可见这几年里中国对天体的探测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了 于是在2016年的1月11日 中国火星探测项目正是立项 计划在2020年左右实现对火星的探测捉漏和巡视 这也是中国首次开展的地外行星空间环境探测活动 而在火星探测活动中最关键莫过于火星捉漏和巡视了 由于探测器接近火星表面时速度超过音速 因此发射的火星车与环绕器分离后 先要经过气动外行减速 降落伞减速和反推发动机动力减速 最后才能成功着陆在火星表面 减速伞减速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由于火星大气息少 因此需要很大的减速伞来进行减速才能实现安全着 6.这也是中国首次饰演天体降落伞着陆技术 为了模拟火星开散条件需要选择在 地球表面33千米到50千米的高度进行试验 这样一来天鹰系列火箭就派上了用场 此次发射的天鹰6探空火箭 是天鹰系列探空火箭最新型号 火箭长度9988毫米 直径750毫米 箭头质量1.3吨 起飞质量5.1吨 可按要求将在核送至44-54千米的预定高度 据悉此次试验验证了超音速减速伞充气性能 取得了相关的动力数据 并验证了分系统方案合理性 为接下来进行全尺寸降落伞试验做技术支撑 而此次试验成功进行表明了 中国在该项目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 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和火星车设计构形图 在2016年的8月23日就已经公布 目前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中 中国火星车成功着陆后将对火星的样貌 土壤 环境 大气 水冰分布 物理场和内部结构进行探测 最终实现取样返回 目前中国月球探测项目已经到了取样返回阶段 接下来可能会进行载人登月 火星探测虽然进展较慢 但也在同步进行 期待我国第一个火星车 能够早日登陆火星并完成巡视 走小洋 走小洋 走小气 小洋 토洋 轩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